大家好,我是超神龙哥哥 欢迎收看怪物翻译厅的第四期节目 这期节目要讲的是SCP-166 也是粉丝留言要了解的怪物 这个怪物应该算是SCP收容中最美的怪物了 它有个名字叫魅魔少女 其实它的外表和普通的人类没啥区别 但是SCP-166的生物特征比较奇葩 它是属于那种不能在身上挂一丝物品的怪人 最柔软的布都会让它过敏 所以SCP-166保持着亚当和夏娃吃苹果钱的打扮 就是没有衣服和裤子 这也是SCP中唯一一个不允许男生靠近的收容生物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美好的风景 更是因为它拥有一种魔力 之所以被称为魅魔少女 是因为观看它的男生会像着魔般的想靠近它 从而产生破坏性的行为 会破坏一切阻挡它靠近SCP-166的人和物 这个怪物似乎是人类和某种强大生物的混血儿 头发生长快于残人 这个魔女在被收容前居于一所女修道院中 由于收容态度良好 在被SCP收容之后 可以每月一次离开收容站点到无人岛远逐 当然全程都是禁止男生靠近的 这个怪物本身不会攻击人类 但它会让看到它的男生发狂 做出破坏性的事件 所以是最特殊的怪物 那么有人知道SCP-166的生世吗 它的爸爸和妈妈到底是谁呢 据说它的爸爸和SCP基金会本身就有关系哦 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可以留言告诉龙哥哥哦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介绍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